欢迎大家收看科技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特朗普和拜登正在混淆关于禁止TikTok的政治问题 为什么写一本关于科技世界的好书如此困难 中国的激光雷达技术在美国面临加强审查 中国的一项研究将自杀与污染联系起来 这是对全球政策的紧急呼吁 中国信任人工智能来维护地球上最大的高铁网络 请大家收看 特朗普和拜登正在混淆关于禁止TikTok的政治问题 华盛顿邮报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 为推动禁止或出售TikTok的立法者们制造了麻烦 最近 众议院委员会通过了一项两党合作的措施 要求TikTok要么出售 要么被禁止进入美国 然而 乔·拜登总统表示 如果该法案通过 他将签署该法律 与此同时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曾试图在担任总统期间禁止该应用 现在却表示反对禁令 两位领导人的干预使得形势变得复杂 可能会给推动禁令的共和党人和持怀疑态度的民主党人带来压力 共和党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采取行动对抗TikTok 但特朗普最近的言论让中国鹰派感到惊讶 这位前总统表示 禁止TikTok只会让Facebook受益 与此同时 民主党人对众议院法案的担忧在于 该法案专门针对TikTok 而不是给官员们更多的权利来对付与外国对手有关的应用程序 为什么写一本关于科技世界的好书如此困难? 经济学人 硅谷并没有出产很多关于其内部运作的持久图书 因为获取科技高管的权限是一个障碍 相反 华尔街有一个更为成熟的经典作品 问题在于获取权限 公关人员经常会设定条件 或者记者感到对科技高管有所亏欠 经济学人对两本新书Filter World 凯尔 查伊卡和Burn Book 卡拉 斯维社进行了评论 展示了写作关于硅谷的困难 Filter World是一个外人对硅谷及其算法的描述 但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见解 Burn Book是一本更好的读物 斯维社探索了他与硅谷老板的互动 这些互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 尽管如此 评论指出斯维社没有探讨一些更复杂的方面 比如在他的前期是谷歌高管时 他如何客观地报道硅谷 以及消息来源朋友和顾问之间的界限 中国的激光雷达技术在美国面临加强审查 日经亚洲 中国自动驾驶技术公司 激光雷达传感器制造商 Hassai Technology正面临美国游说团体的审查 因为人们对其激光雷达传感器的担忧日益增加 白宫正在调查联网汽车 以评估与中国技术进步相关的国家安全风险 人们担心中国车辆可能会涌入美国市场 并通过激光雷达传感器获取敏感数据 这些传感器还具有潜在的军事应用 Hassai是这些传感器的最大制造商之一 通过销售额控制了全球市场的47% 中国的一项研究将自杀与污染联系起来 这是对全球政策的紧急呼吁 南华早报 中国一项全国性研究发现 空气质量的改善与自杀率的降低之间存在直接联系 研究人员估计 2013年至2017年间 改善的空气质量在中国预防了约4万6千起自杀事件 占该时期自杀率下降的约10% 这项发表在《自然可持续性》杂志上的研究 可能为空气污染的直接健康影响提供证据 并鼓励决策者做出旨在改善环境的决策 中国信任人工智能来维护地球上最大的高铁网络 南华早报 据参与该项目的工程师称 中国正在使用人工智能 AI来运营其高铁网络 北京的人工智能系统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实施数据 在40分钟内提醒维护团队任何异常情况 准确率高达95% 这减少了由于轨道不规则性而需要降低速度的警告数量 以及风引起的铁路运动幅度 人工智能还用于在问题发生之前预测和发出警告 从而实现精确和及时的维护 该系统使用近200TB的数据进行训练 爱立信和诺基亚进军芯片设计领域 以应对5G和人工智能浪潮 日今亚洲 爱立信和诺基亚正在投资芯片设计 以提高网络效率 并使其无线连接技术与竞争对手区别开来 爱立信在过去的六七年里一直在投资芯片开发 并扩大了芯片开发团队 旨在满足5G所需的更高计算能力和更低功耗要求 诺基亚于2018年推出了其RivSharp系列的片上系统SoC产品 并认为拥有内部芯片设计能力 是实现5G及更高性能和稳定性所必须的关键 一家有前途的中国初创企业 与OpenAI的SORA竞争筹集了1400万美元 南华早报 中国的文本到视频创业公司Aesphere 在一轮融资中筹集了超过1亿元人民币和1400万美元 由富达资本领头 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 由字节跳动旗下抖音的视觉技术负责人王长虎创立 旨在在3到6个月内赶超OpenAI的SORA 此次融资紧随阿里巴巴对LLM开发者 MiniMax和MoonShot AI的投资之后 Microsoft对10万名菲律宾女性进行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方面的培训 南华早报 Microsoft宣布计划在菲律宾对10万名女性进行人工智能 AI技术和网络安全方面的培训 该培训计划将利用一个在线平台 教女性如何使用Microsoft的人工智能工具并识别网络安全威胁 该计划旨在推动菲律宾的经济发展 并加强网络安全和对技术采用的信任 Microsoft将与政府机构和当地学校合作 为政府雇员提供培训 这家科技巨头还将与菲律宾教育部门合作 为2700万菲律宾学生推出人工智能驱动的阅读进度工具 米歇尔 多内兰应在社交媒体上提出哈马斯损害索赔而道歉 英国独立报 英国科学部长米歇尔 多内兰向凯特·桑教授道歉 并同意支付15000英镑20500美元的赔偿金 因为他错误地暗示桑教授在一封公开信中 表达了对哈马斯的支持 多内兰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封信 但后来承认没有证据证明桑教授是哈马斯的支持者 多内兰为 为将这封信私下发送给英国研究与创新机构 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道歉 今日股市 CPI意外上涨后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期货走高 雅虎 周二 美国股指期货大幅上涨 因通胀数据显示价格上涨超出预期 由于美联储希望确保通胀在降低之前再次降息 因此 较高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数据被视为具有影响力 标普500指数期货上涨0.5% 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上涨0.8%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上涨0.2% 美国市场是看涨还是泡沫美味 知名美银策略师回答 加拿大环球邮报 RBC资本市场的分析师指出 尽管表现不佳 但加拿大银行的估值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有吸引力 核心美股收益预计将在2024年增长3% 在2025年增长10% 银行指数交易价格高于其长期历史平均水平 但略低于其10年平均水平 而今年的总回报率为-1.1% 法国部署危机小组已应对重大网络攻击的后果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据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Etto办公室称 法国政府部门遭受了大规模网络攻击 虽然许多细节仍未披露 但一位安全消息人士表示 这次袭击目前不能归咎于俄罗斯 鉴于法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这可能是一个嫌疑人 一些黑客组织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 其中包括一个名为匿名苏丹的组织 该组织此前曾针对瑞典 丹麦和以色列等国家的网站 法国国防顾问上周警告说 奥运会和欧洲议会选举可能成为目标 印度加入了能够在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上 发射多个弹头的少数国家 CNN 印度成功地在其阿格尼五行洲际弹道导弹上 测试了多个独立可瞄准载入弹头MIRV技术 从而加入了世界上核大国的行列 MIRV导弹能够携带多个弹头 每个弹头都可以被编成 以打击相距1500公里 932英里的不同目标 阿格尼五行导弹的射程超过5000公里 3100英里 使得印度的竞争对手 中国和巴基斯坦都处于该武器的射程之内 MIRV技术被认为具有破坏稳定性的特点 因为它鼓励了先发制人的情景 中国独特的价值体系如何释放其繁荣和创新 南华早报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黄亚生 Yashun Huang的一本新书指出 如果中国要充分发挥其发展潜力 就必须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黄仁勋认为 中国的衰落始于令人窒息的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实施 中国必须利用其创新潜力和高素质精英 来激发其动物精神并加强其制度 同时追求更大的自由化 黄仁勋的书还探讨了为什么中国迄今为止 设法避免了由专制继承引起的不稳定或冲突 Uber Freight预计到2028年 在欧洲市场将增长10倍 彭博社 Uber Freight计划到2028年将其管理货运量增加10倍 达到20亿欧元20亿美元 并专注于在欧洲分散的物流市场扩张 该部门占Uber2023年总收入的14% 但收入比上一年下降了近25% Uber Freight使用类似于其轿车和送货服务的可见性技术 但它作为第四方物流提供商管理供应链 该公司在将其欧洲货运经济业务出售给Sender Technologies 并收购Transplace后 以托管运输提供商的身份重返欧洲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每天的简报观察员 今天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有趣的新闻 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和分析 在美国 特朗普和拜登对于禁止TikTok的立场混淆不清 这对推动禁令的共和党人和持怀疑态度的民主党人 带来了压力 这一情况的出现让人感到意外 也让中国鹰派感到惊讶 特朗普的言论让人们怀疑禁止TikTok 只会让Facebook受益 而民主党人则对众议院的法案提出了担忧 认为应该给予官员更多的权利来应对与外国对手有关的应用程序 对于这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政治因素对于这一题的影响很大 各方利益的交织使得问题变得复杂化 需要更多的讨论和平衡 在科技圈 为什么写一本关于科技世界的好书如此困难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经济学人的评论指出 获取科技高管的权限是写作这类书籍的一个障碍 相比之下 华尔街有很多关于其内部运作的经典作品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界和金融界的一些不同之处 不过 有些作品仍然值得一读 比如Burn Book 该书探索了作者与硅谷老板的互动 展示了时间推移对于这些互动的影响 尽管如此 这些作品还可以更深入地探讨一些更复杂的方面 比如在作者的前期是谷歌高管时 他如何客观地报道硅谷 以及消息来源 朋友和顾问之间的界限 在技术领域 中国的激光雷达技术在美国面临加强审查 这是因为人们对其激光雷达传感器的担忧日益增加 人们担心中国车辆 可能通过激光雷达传感器获取敏感数据 并具有潜在的军事应用 这一情况反映了国家安全对于技术发展的重要性 各国都在加强对于技术的监管和审查 研究显示 空气质量的改善与自杀率的降低之间存在直接联系 这对于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这项研究结果提醒我们 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 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应该重视环境保护 在改善空气质量的同时 也要提高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意识 在科技应用方面 中国正在使用人工智能来运营其高铁网络 这展示了中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 人工智能的应用 使得高铁运营更加精确和高效 同时也提高了安全性 这一例子再次证明了 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中的应用前景和价值 在其他新闻中 爱立信和诺基亚进军芯片设计领域 中国的一家初创企业 A-Sphere筹集了1400万美元的融资 Microsoft计划在菲律宾 对10万名女性进行人工智能 和网络安全方面的培训 印度成功地在洲际弹道导弹上 测试了多个独立可瞄准载入弹头MIRV技术 法国部署危机小组 来应对重大网络攻击的后果 Uber Freight计划到2028年 将其管理货运量增加10倍 这些新闻展示了科技界的多样性和创新力量 但同时也提醒我们 要关注技术的监管和安全问题 作为观众朋友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你们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订阅